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这些高净值的女性企业家在忙于运营和管理公司的同时 对于财富管理的需求期望很大 需要高素质的服务来满足 以及透过保险为他们的房屋及汽车资产提供保障 在一连两集的视频中 女世界与道明保险私人客户咨询服务合作 他们是专门为高净值加拿大人提供高端房屋及汽车保险服务 我们将探讨高净值女性企业家面对的挑战 如何平衡管理他们的企业和保护他们的房屋及汽车资产 视频也会探索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影响他们管理及保护财产 我们还会跟道明银行两位顾问 包括道明保险私人客户咨询服务的顾问和道明财富的投资顾问 聊聊他们针对高净值人士如何更好地建立及保障财富 以及如何保护他们辛苦建立的房屋汽车等资产提供的建议 希望您喜欢这些视频 对如何能保障您最珍贵的财产 并传承给后代时有所帮助 首先我会与两位女性创业者聊聊 其中包括Ishie 她是一个YouTuber 在全网有50多万的粉丝 也是一名超模 另外一位是Sandra 她是多次创业者 并且在2022年创立了Meable Meal 售卖融合亚洲风味的健康餐 你好Ishie 我知道作为一个YouTuber是一个特别忙碌的一个工作 融合了很多创作性 那我想问一下你是自己管理自己的财务吗 并且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分阶段 像一开始的时候20出头 我跟我老公那个时候没有孩子 生活没有压力 那个时候我们的投资呢 风险都是极大的 那随着时间推移到现在呢 我们上有老下有小了 我们就特别的谨慎啊 非常害怕我们的资产会缩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觉得我们才知道保险的重要性 那以前是我老公在管这一方面的 那现在我们就用了道明保险私人客户的咨询服务 那就会更加的有信心 因为他们是专业人士 所以也更加了解我们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会在资产保护这方面就更有信心了 那Sandra 我知道你的背景就是有financial的这样的一个背景 那和大家说一下你在管理财富和保护财富方面 你的个人的经验和看法 是这样子的 虽然我有这个金融的背景 然后我也知道怎么去投资 怎么去看市场也好 但是实际上来讲 我们做这个创业公司 其实是每天从早忙到晚 有时候 然后你要去调节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实际上我是完全没有时间去看什么市场动态 然后也没有时间去做这个财富管理 在听完一时一谈到他这个人生不同阶段 然后对个人财富 家庭财富 还有对这个保险的这个需求之后 我现在比较意识到 我现在也处在一个踏入到下个阶段的过程中 所以我是也是非常是希望能更多了解保险的这个需求 刚刚两位都提到了这个保险 是财富管理重要的这么一环 那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这个专业的保险顾问 它的重要性在哪呢 保险顾问的重要性对我来讲 就是能更省时间 更省精力的帮我去保护我的这个资产 那这样子我才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拓展我的事业 我觉得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一下 一个就是最了解 最快捷 还有就是最专业 最了解呢 就是这个专员是了解我们家一切的资产情况的 第二个就是快捷 就是我可以不管是用打电话的形式啊 还是发邮件的形式 我都可以非常准确的精准的找到这个人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最专业 不管怎么样 这一定要交给专业人士去做 因为我们再有一些个金融的背景 我们也不够人家专业 那刚刚呢我们听到 Ishi和Sandra对于财富管理和保护他们的财富的一些看法 那下一集呢 我们就会专门请到 道明银行的财富管理和保险顾问 为大家做出专业的解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